這是很真實的 那這個北土 信空的思想他是什麼呢 他是虛線 就是有傳過去 但是呢 北方人 他對信空的思想呢 沒有南方 這麼樣的著重 所以 在 這個南邊的真空廟友 這是一個 主要的大方向 但是呢他有三個內容 也就是說他為什麼叫真空廟友論呢 第一個呢 這個涅槃系 他的廟友 那剛才提到說 我們在早期 信空一位 信空一位呢 就是我們從源起由體悟必進空 正到空性 正入解脫 這樣 就是一個 解脫的一個說明 但是 到了涅槃呢 這個大波涅槃經這裡呢 他就提到了 涅槃的 妙友 涅槃的妙友 也就是 信空 融入了什麼呢 增長 因為這是涅槃 涅槃呢 他是藏了我盡 所以呢 空性妙友 涅槃妙友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剛才提到說 惡帝的說明 我們從世俗帝 契入到聖義帝 那這個聖義帝呢 聖義帝的說明 兩個重點 體悟空性 或是有體悟空性 正道涅槃 這兩個呢 其實是同語詞啊 就是我體悟到必進空 也就是斷除了 這個 迷 世俗道理的煩惱 我們斷除了 正道空性就是正道涅槃 但是 這個空性的 這個空性的這個法 空性的這個法呢 不能說他沒有 在有系呢 他說空性呢 有 他的 作用 他的妙友 所以空性妙友 涅槃妙友 好這個是 空中 深妙友 本來只有講空而已啊 從源起有體悟必進空 正入空性 正入涅槃 但是呢 這個系統 產生 空中妙友 所以這個系統叫做 真空 妙友論 體悟空性 體悟涅槃 空 空性妙友 涅槃妙 妙友 那這個 涅槃 大波涅槃經呢 其實他是屬於 珍藏的思想 涅槃是 常 熱我靜 所以 從 信空一味 進入到 真空妙友 那這個空呢 注意了 這個空有三個 三個學系 有兩個內容 一個叫真空 一個叫 元宗 真空跟元宗 那這個真空元宗 他到底要說明什麼呢 他要說明的是 我們在 重返入聖 也就是說 我們在 說明 我們重返夫 要進入聖者 必須 必須先 事修 也就修種種的法門 去斷除煩惱 然後呢 就 體悟真理 這個體悟真理呢 剛才提到說 照見武運 皆空 要體悟什麼呢 必進的空性 那我們都執著在世間友當中 那體悟這個空性 的道理 有兩個 又把它分兩個 這兩個叫做什麼呢 體悟 偏真空 第二個呢是 元宗 這兩個呢 我們 如果把它 分別的話呢 一個叫 悟元宗 一個叫 悟偏真 也就是說 第一個呢 偏真空 第二個呢 悟元宗 元宗是什麼呢 元宗 元宗他有兩個系統嘛 對不對 三論跟什麼呢 天台 那 這個 誠實系呢 誠實系他主要的 經論是 誠實宗嘛 我們說小聖有兩個宗派 聚色宗是 有宗 誠實宗是 空宗 那他這個空 所體悟的空性 為什麼 誠實中 他沒有被列入到大聖空中當中 他跟他體悟空性的方式 是有所差別 那所以呢 這邊的 空 從這個 體悟到這個空 這都是空性 但是這一個呢是 悟偏真空 那 三論系 他是惡地併觀 悟即是原宗 惡地併觀是什麼意思呢 我簡單的說 剛才提到說 世俗地跟聖意地嘛 世俗地是有 聖意地是空 如果 簡單的分辨 這三者的不同 第一個是 悟偏真空 悟偏真空呢 是 他體悟到 世俗地 氣入到聖意地的必竟空性 所以 由世俗地 體悟聖意地 這個是偏真空 第二個呢 是三論中的 惡地併觀 也就是他能夠世俗地 跟聖意地的平等觀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一個呢是 我們要斷世俗地的煩惱 震悟到聖意地的必竟空 這是 陳時中 這一系 比較說明的 偏真空 那第二系呢 他可以把世俗地 要斷的煩惱 震入到必竟空 他可以惡地併觀 煩惱 及 菩提 煩惱跟菩提是 平等觀 因為他們都是無自信 所以這樣的觀法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的 那這是惡地併觀的觀法 元宗是什麼呢 剛才提到說 中國很重視 圓融 元色嘛 那天台宗他從惡地 剛才他 剛才提到說他發展成幾地 三地 三地呢就是 空甲中 這個空甲中呢 他在營煉當中呢 頓了 極空極甲極中 極空極甲極中 所以這邊 體悟真理 一個呢是 陳時中是體悟真理的必竟空性 召見五運皆空 到了三論中呢 他是惡地併觀 他能夠 煩惱及補體 生滅即死不生不滅的 惡地併觀 那三論中認為呢 大聖的體悟 大聖的體悟呢 一定是 元中的體悟 也就是大聖的體悟 一定是惡地併觀 所以我們在十地裡面呢 有講到菩薩 他的體政呢 要經過惡地併觀的這個 階段 他惡地併觀 他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 他 因為他要從空出甲 去 度化眾生 他不能體悟空性 震入空性 震入空性就震入什麼 涅槃 震入涅槃就 不受 厚有 不來世間 不來世間呢就沒有辦法度化眾生 所以這裡 從惡地併觀到 三字 一心中德 極空極甲極中 那這個呢 也是元中 這個的元中跟這個的元中有沒有一樣 因為這兩條線嘛 不一樣是差別在哪裡 一個講惡地 一個講什麼呢 一個講三地 所以呢這邊有兩條線 元中 但他又分成 這兩個不同的系統 三論中跟天台中 那真空呢 這裡也有兩個系統 成史跟三論 那成史呢他是物偏真空 三論系呢他是怎麼樣 他能夠惡地併 能夠惡地併觀 所以體悟到真空 這體悟到真空呢 他有這兩個 不同的系統 好 那如果我們 把 這兩個系統呢 好這兩個系統呢 我們把他 做一個 分別的話呢 其實這個在 大制度論呢 還有藏傳 都有提到 我們在體悟真理 也就是要震入到必進空性的時候呢 他有兩種體悟 剛才提到說 體悟到真空 第二個呢 悟什麼呢 元中 這兩類 那他的搭配是什麼呢 如果以大制度論 我們體悟真理呢 就是 般若將入必進空 絕諸系論 斷煩惱 這一個呢 是悟到真理 也就是把煩惱斷掉了 契入到 必進空當中 那這一個呢 是屬於 這個真空的這個誠實系這裡 悟偏真空 波羅將入 必進空 絕諸系論 斷除煩惱 那到了三論系呢 惡地並觀呢 波羅 江出必進空 江出必進空 沿土 熟生 也就是說 他因為能夠惡地並觀 所以呢他能夠空有無礙 他能夠從空出甲 從空中呢 他不陣入空性 他能夠 這個 沿土熟生 他能夠莊嚴佛土 度化眾生 講到這裡好像 大家聽一聽會不會覺得說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不是菩薩 所以呢 你就覺得你 跟你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有時候也要把他連上 關係是嗎 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不要當菩薩 以後我們要當菩薩但是 以後我們要當菩薩我們不知道菩薩他是怎麼觀的 因為我們在觀這個空的時候會震入到空性 因為世間很苦嘛 所以我們要斷煩惱 斷煩惱 數數斷煩惱 數數怎麼樣 數數正國 數數解脫 眾生你們就自己 自求多福 是這樣嗎 菩薩是這樣嗎 菩薩不是喔 菩薩是般若 將入必進空 絕諸細論 他不只絕諸細論的斷煩惱 他還怎麼樣呢 方便 將出必進空 沿途熟生 那他能夠在 震悟空性 又能夠從空出甲 這個境界有沒有比較高 有沒有比較圓滿 還是 斷煩惱以後呢 就正涅槃 跟大家說再見 這樣比較圓滿 哪一個比較圓滿 後面 自己震到空性 然後 利益眾生 也讓眾生 震到空性 這樣比較怎麼樣呢 這樣是比較圓滿的 那這樣比較圓滿的官法 這兩個系統都是 差別呢 就是他惡地病官 震悟圓中 震悟圓中 就是大聖的體悟呢 他一定是 不是體悟到 必進空性而已 他還要能夠從中出甲 他 能夠 沿途熟生 這是兩個的差別 那這樣的差別呢 有 三個系統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們體悟到 這個空有無愛的政見呢 三論中 天台中 他都是什麼呢 悟什麼 圓中 此外呢 在藏傳 的中關系呢 他也是這樣的思想 也就是說 假設 你現在要從 世俗地 圓其有 震入到必進空性 有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路呢 就震入涅槃 跟大家說再見 因為世間很苦 你們自求多福 那我就先走了 我先解脫了 這是第一條路 那 第二條路呢 就是你功德深廣 具備什麼呢 具備菩提心 具備大悲心 具備 無所得 惡地並觀的 信空政見 般若政見 公德深廣 方便善巧 具組 方便善巧的 智慧具組 既能 遁悟 圓中 所以這個體悟呢 他其實 他是 必須搭配 我們的發行 我們的修行 才能夠體悟 那我們在 提到這個 圓中呢 這裏的圓中 這裏好像講到 那個 三帝嘛 是這個比較圓融嗎 123 如果三帝比較圓融應該發明一個四帝 更圓融 對不對 五帝 也可以 那 這裏呢應該是這麼說啦 這樣的說明呢其實 三論的 後來演化為三論中 這個體系呢是比較接近於 中論 也是比較接近 早期 龍術學派的 中觀的思想 那 天台的這個 漓旺顯征的這個三帝思想呢 三字一心中德的這個三帝思想呢 其實 他跟 增長的系統 融合在一起的 增長是有還是空 有 所以如果說 純 性空的話 這兩系 哪一個會比較偏重在 空的系統 三論 這個是 一樣是 空的系統 但是呢 他夾雜的什麼呢 他夾雜的 增長 所以呢 這邊 你看喔這邊是增長喔 這條線是實現喔 這條線也是實現 也就是南北朝 他的思想呢 其實增長的思想 增長是有還是空 有 他的性空 已經跟 增長 怎麼樣 夾雜在一起了 這個 性空 融入 增長 注意 性空融入 增長 這個涅槃的思想 所以這裡 廟友 這裡的廟友 空性廟友 涅槃廟 廟友 從 性空 一味 把 增長的思想 融入 這幾個口味了 兩個口味了 是嗎 增長還有微星呢 微星我們再把這個味道加進來 我們再看 這個系統呢 真空廟友 他主要要說明的是什麼呢 空跟有 還有空的 陣入的不同 惡帝併觀 先物偏真空 一個 惡帝併觀 兩個 三字一星中得三個 這是空有的說明 在 真空廟友論 他著重的說明大概是 這個空有 還有呢 體悟到原中的兩個系統 他產生了四個學派 四個學系 涅槃學系 妙有 陳時系真空 三論呢 他含掛了真空跟什麼呢 元中 那 元中呢 主要是什麼呢 天台中 這個元中 他們之間的差別 剛才提到說 他講惡帝 不講如來葬 那這個是什麼呢 天台中他是講如來葬星 天台中的如來葬星跟 你看喔 這邊有個元中 這邊有個元中 這邊有個元長心 兩個都是元嘛 此元非彼元 什麼意思呢 那這裏的元呢 這裏的元呢 他在說法的時候 他著重在 我們的 無明的心 眾生 現前的無明星 那這裏的元長心呢 他著重在什麼呢 元長法界心 就是如來葬星 清淨的 這裏是無明星 是雜然的 有這樣的 差別 兩元 此元 非彼元 又有 這個兩個的差別 接下來我們看 北土的 珍藏維新論 也就是說 從 兩近的信空 他到了南北朝的 北邊 國土 中國國土的北邊 他產生的思想是 珍藏維新論 那這個珍藏維新論呢 他影響我們後面很大喔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 維新的思想 維世的思想 就產生 三系當中有兩系是 屬於維新 那我們看 這個 北土的珍藏維新論呢 他分為三種心 第一個呢 是真淨心 就是 清淨的 真心 第二個呢 是 妄心 這個 清淨心分兩類喔 妄心呢 也分兩類 這個 圓藏維 這個圓藏維呢 就是 圓藏法界維新為本 我們把它稱作 如來藏維 如來藏 自信清淨 含藏在眾生心中 只因無名煩惱 不能贈得 煩惱是客 我們只要 去除煩惱 就可以體悟到 這個 必敬清淨 這個是圓藏心 所以 在 新的說明有這三類 那剛才提到說 底下有四個系統 真淨心 大家注意了 我們的心到底是 清淨的 或是 雜染的 清淨的 或是雜染的 如果說 我們說 你的心是自信 清淨 被 客人的 課程 煩惱所染 這是第一個說法 你心是清淨的 如來藏自信 清淨 只因無名煩惱不能贈得 第二個說 你的心是 雜染的 這兩個 哪一個會比較受歡迎 清淨的 我們都喜歡聽好話 對不對 忠言總是怎麼樣 逆耳 但是呢 佛法是為了度化眾生 有時候 再說明心呢 我在想 這就是涉化眾生的方便 有時候要跟他講說你的心呢 其實你有親近的 自信親近 有時候又告訴他 你的心其實是什麼 你是雜染的 你是貪稱吃 具足的 那有時候呢 要兩個把他 合在一起說 其實你的心呢 有親近的啦 有雜染 這裡要說的就是這樣 那大家分別 第一個是真淨心 這個真淨心呢 他的產生 大家要注意 所有學派 學系的說明 都跟他的經論有關 那這個真淨心呢 他跟 菩提流知的這個系統呢 是有關的 菩提流知 他翻譯了 有一部論呢 叫做實地經論 實地經論的 這一部論 翻譯到 中國之後 他對中國的學派 影響很大 這一部實地經論呢 他的論主是誰 鼎鼎大名的 世青論師 世青論師是 大勝三系哪一個學派的 創始者之一呢 維世系統嘛 對不對 維世系統呢 他是一語彌勒 然後吳卓世青 造論嘛 那世青 其實世青論師 如果我們看到這邊 他有 他有幾個宗是跟 世青論師有關 第一宗 聚色宗 因為聚色論是誰造的 世青 然後剛才提到了什麼呢 地論宗 地論宗是誰造論的 世青 還有 還有像 維世中 維世中 他 這個也有關係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哪一宗呢 還有是社論宗 社論宗 他的作者是誰呢 造社大勝論是誰 吳卓 世青跟吳卓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兄弟 這兩位兄弟實在 太厲害了 吳卓 那他為社大勝論 吳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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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卓之呢他翻譯了剛才的所提到的哪一部論 實地經論 實地經論 實地經論呢 也叫做 這個實地論 有時候也叫做實地論 他是在北魏 菩提 劉之跟 勒納摩提 等翻譯的 但是他們翻譯以後呢 對這一部論的解說 思想不一樣 也就是說 他在解說這一部論的時候 產生流派了 那 他在說明我們的心的時候呢 他說我們的心是真 望的 和和 但是呢 這個真淨心呢 他說 地論 重在什麼呢 真心 這一個真淨心 也就是說 我們心是真望和和 但是呢 他的說明 他是偏重 在真心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他裡面的內容 他其實有兩個派別 實地經論 因為這部論很重要 他產生後面的很多的學派 那 因為 這部論產生什麼呢 地論中 地論中又被什麼所含設 華言中所含設嘛 華言中所含設嘛 他從 地論中 後來 流變 成為 華言中 他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關係呢 他不只跟華言中有關係 他跟 社論中也有關係 因為 這一個 實地經論呢 他的心呢 的說明呢 是真 旺的 和和 那 有兩個系統 第一個系統是 叫做 地論的 南道派 他說 阿賴耶斯是真心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地論的 北道派 他說 阿賴耶斯呢 是巨族 真旺 其實 他針對一部論呢 他的 解說 認知 不同 解說認知不同呢 他就產生不同的流派 好 那你們可能會問啊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要統一呢 是嗎 你會不會這樣問 這樣就不會很麻煩啊 我們理解後面的人理解也不會那麼麻煩啊 那我請問你 眾生的根基 不一樣嘛 好 佛在說法的時候 他會不會講一種 這樣講一種 以後學佛也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因為 眾生根基 比如說他沒有學佛 要說有還是要說空 要說有 那 講到他的心 要說他親近還是雜然 要講親近 喔你們都很方便 好 因為要度化眾生嘛 越方便度化眾生的法門 夾雜的內容可能更多 那個 那個內容 可能 方便法越多還是越少 越多 因為你為了要方便度化眾生嘛 所以你會夾雜著很多的內容 信空一味呢 就是 一個味道 到了 這一個南北朝呢就兩個味道 到了 水塘五代呢就幾個味道 八個味道 比如說你們 去便利商店買鮮乳 好 如果只有一個味道 跟兩個味道 跟八個味道 有三個櫃子 你會走到哪一個櫃子 啊 八個位子 八個味道那邊 然後站了很久 對不對 然後站了很久之後呢 啊 我這八宗 我到底要選哪一宗 八個口味 我要選 哪個口味 各位 那這個到底是誰的問題 是廠商的問題嗎 還是什麼